大家好就是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些什么新车速递节目 我们知道前几天呢 一台王炸车型刚刚发布啊 就是鱼大嘴这个口中的 一千万里边最好的SUV啊 是他这么说的 我没有这么说过啊 所以这个广告发表来找我 他说是这个问剑M9啊 正式的发售 那么这个车的发布呢 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 甚至于我的一些跟汽车完全不搭尬的这个朋友啊 都在问我说 哎兄弟这个五十万买他这个车怎么样啊 其实在这台车发布之前呢 我刚好跟汽车之家呢 一起参与了一个就是 华为M9的这个AEB测试的一个项目啊 还是蛮有感触的 这期节目一并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我觉得第一点呢 就是你要搞清楚自己的需求 你这台车呢 到底是只是自己家里人用的 还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 比如说你这台车 可能偶尔要接接朋友啊 或者接接客户什么的 这两个需求呢不太一样啊 这也决定了你在这两台车之间的选举 当然首先从价格的角度而言呢 其实呢 M9呢是想跟这个理想L9呢有个错开 就你会发现这个 它的起售价46万9800 是比理想L9最贵的那个Max版本 还贵了1万块钱 你再结合理想现在其实市面上有个两三万块钱的优惠 因为他们要冲击月销五万辆吧 现在就是在抢订单的一个过程中 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就打算想买一台纯粹家用的话 我个人觉得呢 理想L9还是更有这个性价比优势的 而如果说呢你没有那么着急啊 想等等看看 或者说你的预算相对比较充裕的话 其实M9这台车呢 你是可以先去好好研究一下 毕竟交付呢也要等到一月份啊 从他这个刚刚发布说两个小时一万的订单 然后呢现在大概一万五不到两万的订单来看呢 观望的人还是蛮多的 那为什么观望呢 其实还是因为价格 增程版的起价呢已经要将近50万了 而纯电如果你买Ultra顶配版本呢 是将近57万啊 56万9天800块钱 还有呢它很多东西要选装的 比如车漆的颜色是要花钱选装的 22寸的大轮故也是要花钱选装的 全家桶通通选满 顶配价格要60多万了 60多万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选项 宝马LX5它的整个的这个国产车型 虽然说动力差点2.0T的对吧 但是人家也是宝马品牌国产最大尺寸的SUV啊 当年X5这个落地要将近100万 现在基本上在这个60多万可以落地 所以我个人给出的建议是 如果你非常图实惠 我个人仍然觉得理想L9不错 而且现在是一个谈价格 谈政策的好时机 肯定比去年买L9的兄弟要便宜不少钱 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对于华为问界M9这台车 或者说你对于这个公务 包括私人用车场景都有需要的话 其实这台车整体的档次感啊 话题性啊什么会更高一些 而且车内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所谓的黑科技 那这样的话呢你是可以把问界M9作为一个主要考虑的备选车型 我觉得到明年的这个下半年 那时候买的可能比现在买的应该会更实惠一点 因为华为呢其实它留了一些底牌啊 比如说起售版本就是Max 那会不会将来像理想一样弄个Air或者Pro的版本 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些选装配置 将来都可以作为Promotion作为促销来去使用的 那另外呢至于说你问我说这个 呃温界M9和这个宝马X5之间这个有纠结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心思的话 你就不要纠结了啊 那你还是去买X5吧 我个人觉得呢像这种底盘呀悬挂呀 包括电驱动啊这些 呃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可能感知不是那么强烈的东西呢 我们就抛开不讲 我们讲讲你看了见摩托着的这些黑科技 到底哪些东西是比较实用的 哪些东西呢可能又没什么太大意思 首先啊那个车后投影仪这个东西啊 我个人觉得呢没啥实际意思 它会映带来很好的向往感 哎你一看这个广告图对吧 两个人往后一躺然后看投影 啊这个距离呢你看看就一米多一点点啊 啊我个人觉得呢倒不如你在家里买个大投影幕布 配一个这个好的投影仪会好一点也没多少钱 其实呢跟你车里选配的东西价格差不多 第二呢就是车门上啊 这个Max版本呢配的是电锡电坛门 而这个Ultra版本呢是配的是电动开启关闭门 这个主要区别两个 一个就是说门上有这个毫米波雷达啊 可以看看就是说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它能停下来 第二呢就是它有一个推动的这个拉回的这个装置啊 这是电驱动的不用你动手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这次的这个全新的灯光系统啊 车尾巴上那个什么写个喜字啊 写个标点符号这种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车头的这次的这个投影大灯我倒觉得其实蛮实用的啊 它有几个地方比较实用 第一个是自动远近光灯的同时呢 因为它的整个灯光的投射矩阵呢 可以让对象来车呢 自动免受远光灯的干扰 这一点其实特别实用啊 对于整个的驾驶安全啊 包括你开车的心情啊都会带来帮助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车灯系统呢 它还有像地面的投影的功能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灯光呢还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前几年大家都说这个LED矩阵式大灯是一个很先进的技术 包括宝马还做过这个激光大灯 后来也不太做了 但是呢就是这种智能分布式的带有投影功能 能够去掉一些死角 然后结合计算机算力做的这种智能大灯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三五年里 可能是汽车厂商会在家用车里边逐渐普及这个配置 因为对于驾驶员而言 这个大灯系统真的太好了 还有一个东西很实用 就是前轮的超大转向角度 他们说有41.75度 说是猫头鹰前轮转向 这让这台M9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呢 其实只有5.8米 特斯拉猫头3很小一台车 转弯半径这台M9比它还小 这个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当然于大嘴也说 他们在硬件能力上 其实是具备后轮转向的能力的 就看用户需不需要 而在座椅层面呢 这次M9呢 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它的这个副驾的这个座椅 是可以由女王座椅这种躺倒的方式的 这个呢躺倒的角度和姿势都做的比较厉害 还有呢就是我可以完全折到前面去 让第二排成为一个就是VIP的一个座椅 这对于商务接待而言呢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还有呢就是每天可以感知的这个密码所 储物空间啊这个设计蛮好 放一些个人的比较相对贵重点的小物件 还有呢就是它的音响系统 这次用的是这个华为桑的这个2080瓦 然后25个这个扬声器单元 啊说是可以媲美影棚 我倒觉得整个音响系统呢 其实是跟整车的隔音系统是相结合的 这台车呢我们的哈里森同学呢 也做了一下动态的体验 他觉得这台车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舒适模式下整个的刹车油门 包括悬挂的这个隔离感还是做的非常好的 只要这些东西做好了车内音响再好一点 那么坐在车里边不管是你做长途驾驶 还是中午过来躺在车里休息一下这种小气模式 那是绝对色意的 首先第一点在这个人来驾驶的时候 120公里的时速静态物品 它是可以做到完全自动刹停的 第二呢就是它在这个辅助驾驶的阶段 它在这个远距离看到障碍物的时候 它的刹停包括它整个探测逻辑 包括整个的最后的这个制动是非常柔和 这也是一点我觉得做得很好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ESA紧急转向辅助功能 这个功能呢也蛮有意思 比方说前面隔辆车然后它突然变道走了 因为前面有障碍物 驾驶员可能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可能是轻微打了一下方向 或者下意识地拨一下方向的时候 车辆会帮你自动修正方向 然后躲避障碍物 特别是比方说我方向打小了 或者方向打大了 没关系的 你只要不要太使劲拽着方向盘 车辆会自己帮你找到最佳的路径 然后减缓碰撞或者说避免碰撞什么的 这对于这个高速公路驾驶 尤其是在夜间或者说跟车的时候天气状况不太好的时候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之前M7不是有过一个事故吗 就是一个司机倒车的时候油门当刹车踩一脚之后怼到一辆比亚迪上了 当时就说为什么这AB不启动 然后现在华为也优化了后向的主动安全能力 哪怕你误彩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 它也是可以帮你制止 所以这期节目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告诉你 如果你进行买车 那么它跟L9之间有什么纠结 第二就是说它发布了那么多的信息 我们到底要关注哪些信息 哪些信息是对于你日常开车使用比较注意的这些配置 还有那些选装的 包括有些黑科技东西 哪些是真的有用的 哪些是可以就是说看过算过无所谓的 都帮大家梳理了一下 不知道大家觉得就是这样去聊一台新车怎么样 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给出你的反馈 后面要聊的就是小米了 小米的车马上要发布了 下期的新车速递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